接下来呢,笔度先沾橘色,珠标色,笔尖再沾一点珠沙色 或者是沾二粒一也可以 那调好之后呢 我们呢,这里画法比较像写意 它这边笔尖最深的地方就是中心 好,压着起来 它需要稍微压一下,然后动一下这个笔度的部分,让它压得就饱满 那这边注意就是颜色不要太浓稠 只要滑顺就可以了 好 那就是用压的方式去画 那有些它细节的地方可以稍微用水笔去整理 像这个后面的花瓣,你这边就要小心的处理 那它有地方是用晕开的方式画的 像这种地方就是用水笔去晕的 好 這一片也是用水筆可以暈一下 那需要注意的是這裡的水筆水分就不要太多了喔 那我會選擇去做兩次 一次可能是用橘色為背景 然後再用朱砂色或者是比較深的紅色再去做一次 那因為這個顏色很重啊 它跟葉子會形成很鮮明的對比 所以啊 你這邊就是勢必不要 不要讓顏色有一個明顯的界線 否則會非常的突兀齁 好 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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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化顏料裡面的朱砂色它是粉狀的 那大家也可以買這個217代替 但是它的級數呢它是這個一級的 一級的顏色就會比較貴 它一條的單價是220塊 那因為這樣就省去了你調這個朱砂的時間 那也可以買一個盤子裝的顏色 就是買的時候呢它是一個盤子裝的 上面已經有顏色了 那是一個盤子裝的 買一個盤子裝的 就會買一個盤子裝的 這樣抓到你化的顏色 那已經作弊了 一間盤子裝的顏色 注意这些缝隙啊要留出来哦 这两朵的话呢 它颜色的落差就蛮大 像这一朵它就很饱和 所以这一朵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 笔尖沾颜色 沾稍微就是 奶油状的颜料 不要太浓也不要太稀 然后用打圈的方式画 感谢观看 他前面是比较重的 後面是比較淡的 後面你可以用墨骨的方法 塗一段之後用水筆帶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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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